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侦办大巨弹这个案子当中 他更是从录音里头 也是因为 郑文龙律师从录音里头 听出的违法的事实 所以完成廉政署非常关键性的报告 而移送法办 而当时去告发出了郑文龙律师之外 还包括了黄帝影律师 因为特征组在侦办这个大巨弹案子当中 是涉无不法 所以呢 症结了 而他们最后去告发 导发今天的台北地检署 有今天珍姐的记者会 来邀请到他们来到我们现场 来 从我右手边为你介绍 来 郑文龙律师 大家好 大家好 太阳好 除了郑律师之外呢 包括关心整个案子 王定 小军大家好 还有律师 王定宇律师 主请大家好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 吴子佳董事长 小军好 大家好 好 在我左手边 我相信有勾勒李树德今天的证词 他的公词当中 跟马英九总统 那么过去的台北市长 是什么的关系 要听听他的解读 欢迎陈勤迈 大家好 不当党产处立委员会委员杨伟中 主持人 大家好 关键性的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大家好 来 因为这里头周胜考 遭到求刑十年 简锋批判 你怎么轮为远雄的代言人呢 怎么收受贵款 一方面当然要去追查周胜考 也是当地出身 从政三十年的风波似乎不断 远雄的弊案里头 那包括了还有一些人另案侦查 一方面要追的是 马英九在这个大巨蛋当中的免权利金 到底李树德他可以一肩扛起吗 我们先听听看 今天早上这场记者会当中 北检怎么认定李树德犯罪事实的 本来大巨蛋公司 曾愿意按盈余千分之一来支付领域权利金 但最后一约的结果 依然是分文不收 那李新被告 甚至在93年9月23号 一约会议的时候 框称 他承认他是说法 他说福利的高层认为干脆这个部分就不提 他提到福利的高层 但是他时候说根本没有福利的高层 这部分不法福利的部分 贴司的违约金上限 营业从900万元降回300万元 那权利金的部分 如果依照远凶95年计划出 自估总收入3042亿元来算 以营业收入1%计算 营与权利金约30.12亿元 这是台北市任务分之一 品性被告难辞急救 又其于犯罪后 未脱命罪责 对在议约真审过程中 虚构上意 蒙骗 假借不实话术 附和远雄巨蛋公司的行为 仅轻描淡写 唯个人谈判技巧 一切都是为国家尽心经历的辩识 以谋取台北市民利益为谎 实则为图谋远雄巨蛋公司之不法利益 其问过是非 不仅危害台北市民之权益 亦使无辜之权益 承担大巨蛋案争议之后果 犯后台北家 请谅除有期徒刑十年 好 这里是在帮我们说明 在今天由李树德求重刑十年的背后 到底看出什么犯罪事实 同时 赵腾雄的部分呢 总共有期徒刑十年是因为什么 内部的不法行为 这牵涉到财报不实 包括了非常规交易 特别背信 另外有期徒刑 求储了六年 这是因为在土城跟新庄的土地开发弊案当中 涉及行贿 刑法背信 文书灯载不实等罪嫌 所以求储有期徒刑六年 另外在眷改弊案当中 因为涉及到行贿 契约贿赂赂等罪嫌 这个地方呢 是求储八年 那当时在台北市政府 涉及大巨蛋的财政局局长呢 李树德 以土利罪 求储十年 还有周盛考的部分 十年 台建中心的前处行长许明文 因为大巨蛋案呢 涂利包括登载不实等罪嫌 求储九年 淫建署的前主命 洪嘉宏 眷改弊案 齐约贿赂赂赂 收受贿赂 隐匿犯罪所得 所以呢 量处适当之行 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看 从李树德 所公诉的内容当中 牵涉到 新台湾加油 第一时间 所掌握的录音的内容 现在看起来 他说 没有高层指示 没有这个高层 来 从今天的起诉书的内容当中 来 郑律师怎么看 今天这个时间 起诉 赵田雄恩 李树德 四大案 尤其里面提到的是 第一个案子是 大巨蛋案 那我很高兴 因为我等这天等很久了 因为那时候大巨蛋案 我们在两年前 五月 我写了一个调查报告 那证据 附了一段落 大概几十个证物是明确的 然后这个调查报告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 我们在录音档里面 有录到 李树德在93年 他说9月20号 经由赵田雄跟马英九 见面之后 把原来这个他们公告的这个招标须知所规定的权利金 百分之多少 有这样明确的规定 那赵田雄跟马英九见面之后就变成零权利金了 我们那时候写了一个很明确的调查报告 而且有录音档 那证据之下都很齐备了 但是那时候的台北市联政委员会建议要这个案子要 这个移送到地检署跟法务部之后 那时候也得到台北市长柯文哲柯P的支持 这个案子是台北市政府这个官方移送过去 但是大家记得那时候后来的下场是什么 那时候的法务部长叫罗盈雪 整个就是罗裸的大辣辣的施案 所以我认为说今天的起诉 也不过是还当时的台北市政府联政委员会移送的一个公道 也凸显了那时候的罗盈雪施案 我认为我们后面一定会去追查这个罗盈雪施案的这件事情 我想罗盈雪你跑不掉了 那但是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 马英九的金钟罩其实是很多层 我们的证据这么明确的 他都可以利用他的法务部长公然吃案 那现在这个还好有政党轮替了 现在民进党执政了 我想我要给这个台北地检署这些检察官 尤其像我刚刚看到周世宇 中规中矩的这个侦办这个案子 然后提起公诉 我想要给这些检察官一些鼓励 我认为说他们这样做是对的 那我看到里面他们也确实很认真 传了两百多个这个当初涉及的这个相关人员 去查证这件事情 里面我想他的起诉书里面 讲到几点 也是当初我们调查报告指明了几点 相当清楚 有一点他提到的 这个早期连民间团体在监督 大据当案都没有发现的一点 就是后来我们把它查出来了 然后那时候这个案子也经过监察院 黄黄雄委员的调查纠正 马英九那时候有39点是图例的 让例给赵腾雄 但是那时候我们在这个监察委员 黄黄雄的基础之上 我们再去调查 我们发现那时候没有发现的犯罪证据 所以那时候只是行政的纠正 我们这次是发现的犯罪证据 更进一步把马英九跟赵腾雄 李树德这一群人的犯罪证据 把它揪出来 那这个起诉书里面就提到这一点 第一个就是说 为什么潜力军可以变成没有 然后里面这个起诉书也写得很清楚 就是说依照这个当初的BOT条例的 施行细则的22条 你是不能更改的 还有依照这个大巨蛋的公告招标须知 第七条你也不能更改 马英九 李树德 你那时候当市长 当这个财政局长 你拼什么 去把它让例给赵腾雄 这个明显是违法图立 贴书怎么可以甚至更改 还有一点就是说 他里面也提到我们调查报告讲的 赵腾雄即使你得到这个大巨蛋的这个标案 五十年钱力军 你的钱力军是不能这个地上权 也拿到地上权 五十年地上权 你是不能转让的 这个合约想得很清楚 但是为什么马英九敢跟李树德敢在9月20号那一天让例 然后让赵腾雄 从法律规定是他不能取得这个地上权之后 他不能转让给第三人 变成可以 为什么 因为赵腾雄盖大巨蛋 他的目标不是大巨蛋案 他的目标是旁边的附属监律 监律 他要建豪宅 建这个观光旅馆 那你建豪宅要租或是要卖 你要卖就要有富有这个地上权五十年 所以他的着眼点就是拿这个盖房子 然后卖地上权五十年来获利 马英九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所以这一点我要赞赏这个 这次的起诉 然后这个地监署 而且他查到一点 赵仁雄五十年不用付全力金 但是台北市政府 为了取得这个土地 每一年要花三点七亿 好我们三点七亿五十年要花多少钱 大概超过一百五十亿耶 然后赵腾雄你又可以在上面获利 然后照这个法规规定全力金最少大概有三十亿 马英九可以把市库的三十亿全力金 把它让利掉 而且可以用市库去负担三点七亿一年五十年大概一百五十几亿 不用钱奉送赵仁雄去玩去获利 这个是大贪耶 马英九跟李树德这个是大贪耶 所以我觉得这个正义虽然辞来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正义吧 但是另外一点我觉得有点美中不足是说 这为什么起诉土利 就我们大家社会心理上都有谱说 这个一定是有金流有收钱等等的 但是现在拿不到这个证据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鼓励台北地检署 应该要往金流方面去查 我觉得有两个方向最起码是可以查 第一个就是说从马英九 从当台北市长跟这个党主席的时候 他任内多少的案子 只要是马英九经手的 大部分都是变成弊案 然后他的模式呢 就是说这个行政职呢 他的金手人就是李树德 我们看李树德这个大据档案 他自己讲得出 就是说免权力经是透过马英九 所以两个是勾结的 这很清楚 然后你再看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说赵腾雄这次被关进去两次了 他所有的案子也有一定的模式 赵腾雄的模式 所有的案子都是用钱买的 好 他这一次就是为了好几次什么A7 这个社会宅案子 建改案 都是用钱去买来的 大据大难他不会买吗 我认为他一定也是买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案子会产生两个突破口 两个破口 一个是从马英九的这个犯罪的模式 他一定会有左右手 在行政职是李树德 在党职是这个张哲琛 最近张哲琛也不就是也被查办了吗 是 三中案的中影当中 他也被限制住 我想马英九的犯罪模式应该集中看 而不是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拆开看 这样子你就很容易去左手 查出他的经流的整个过程 尤其是李树德 他的左右手跟那个张哲琛的过程 那另外一个破口是我认为从送钱的金主 应该这个也是以前像特征组 或是说一般的检察官 他们查办的一个技巧 就是说从金主来 那这个案子 赵腾雄已经被关进去了 我认为从认罪协谈 或转污点证人的方面 是可以诱出赵腾雄把这个送钱的过程 把它查出来 OK 这么多的一个破口 事实上郑律师跟这个黄定颖 你们当初在告发大巨蛋这个案子 看到今天贞结之后 依然期盼 北检应该还有更多的突破点 可以去努力 来所谓的四大弊案当中 包括了这个大巨蛋 还有眷改里头 这个四大弊案 这一场记者会 来黄定颖律师 在长期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您看到了什么 您说尤其在眷改方面 看到一个贪腐地图 是这样子吗 来黄定颖律师 确实这样没有错 我先延续刚刚郑律师所讲的 在台北市政府当时 一送这个廉政报告给马政府的时候 法务部他不办 因此我们民间团体 有永社台教会等等义务律师团 我们在马英九 轮替之前4月26号 我们正式提出告发 那告发之后呢 马英九赶在他卸任之前 由当时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 蔡碧玉发了文 因为我们申请调查证据 保全证据 他跟你说 有关于马英九被告担任 台北市长免除 营运权利金的大据档案 这个案子呢 你的申请驳回 你就可以知道 当时马英九的金钟罩 有多大的影响力 所以今天台北地检署 可以秉持说 依法去侦查 真的要给予肯定 而且真的是严守侦查不公开 因为到今天为止 之前我完全不知道 这个案子会办到李素德 所以这真的是严守侦查 不公开的过程 那今天台北地检署的 你说你没有料想到 会办到李素德 没有想到 因为法理上面 理论上办马英九跟李素德 在证据呈现上 是正常的法律判断 但是台北过去的检察官 过去的整个政府体系 他没有真的依法 去做侦查作为 因此我们才没有办法 去预想到说 今天在起诉赵腾雄的案子里面 会有李素德共同被起诉 我们过去不知道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认为还是要对检察官 严守侦查不公开 好好的去办 要给予肯定 但是里面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刚刚郑律师有特别点到 也就是说李素德在里面 他扮演的角色 有关于920这个密会 他马英九的这个 跟马英九的这个过程 到底有没有马市长 跟赵董市长 亲自做个见面 台北地检署在这边 踩的是李素德的讲法 他讲说什么呢 他说 他们当时录音的内容 都翻成译文对不对 没有错 他翻成译文 但是他在这里 李素德企图变成语文 为什么 因为李素德在这里说 他这个话 所谓市长跟赵董市长 亲自做一个见面 这件事情是匡称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 不是事实 没有这个见面 我会免除 营运权力金 是匡称 我去骗在场的议约人员 在这边台北地检署的 起诉新闻稿 引用的李素德的讲法 是这个样子 我们骗高 在场的所有的真审的委员说 有高层指示 来 这个是在93年9月23号 第三阶段的第三次的 议约的会议内容 对不对 没有错 李素德当时是这么说的 这个录音的内容 当时我们第一时间也取得了 我们听听看 帝尼来帮我们做补充 这条是去照 这个9月24号 写上号 是一个结论 我自己讲 这个想要是 因为这是重大影响 所以我都没有 这个人 就从事当天 事当好 亲自见面 然后做一些这个 这个沟通之路 大家有个公事 第二点 营运权力金 比方说一次牛 或两次批 所以是这回复力 对他们也不利 所以我将这个逻辑之下 我你们的高层 认为说这个 就不干脆的 这个 就不去要求了 完全到 回到独省的 那个程序 做出 所以让他看 这比较也比较明确一点 这个表达是写 无权力点 还是这一张的写 那边 他表达 好 来 环定律师 府里的高层认为 干脆这个部分不要提 在这个时间的第三阶段 第三次大巨蛋的 议约会议里头 他这么说 可是在北警的征讯时 李树德怎么说 这个算是改口 也就是说 帮马英九射防火线 为什么 他说匡称 意思是说 这一场920的密会 所谓双方刀成见面 免除营运权利金 这件事情 是我去骗在场的议约人员 没有 意思是没有这个会议 因此可以切割 马英九在里面的责任 但是我认为证据 在经验法则上 或证据上面的呈现 是无法切割的 第一个是说 经验法则上面 你要去免除营运权利金 难道只有财政局长做的决策 第二个 在正常的证据呈现上面 这个会议不是只有李树德 跟赵成雄 跟马英九 他还有远雄的蔡忠义 他的副总在现场 所以如果说在场有其他人 你有一个共识 去免除营运权利金 今天被起诉的是李树德 他用图立罪求刑十年 马英九在里面扮演的角色 如果是决策者 他理论上也应该就是这个共犯 他必须也要负得 这个图立罪的罪责 所以今天的起诉的内容 我特别点出来说 在这里面 李树德企图变余文 他要去框 他说这个会议好像不存在 所以他说框争 我呼吁说台北地检署 后面在侦查 马英九的另案的时候 不要被这样的一个 完全不合逻辑 不合经验法则 不合证据法则的讲法 被框骗了 必须严格去查 怎么可能免除营运权利金 只有李树德自己做决策 而这场会议 也有其他人在场 我记得在我们节目上面 那个时候 我们这个节目上面 有问到远雄的蔡宗益 这一段现场访问 稍后马上要播放 所以毕丽律师 你的怀疑是 今天的这个 曾姐 应该是说 这一场 整个四大案里面 必须要这样子讲 是说在大据档案 其实有很用心 去查到李树德 那他其实他分两个层次 李树德他里面包括说 里面有违约金 地上权 以及这个营运权利金 这个部分他都被认定为图利 理论上在草约上面 其实里面起诉书 写得很清楚 当时市政府有去问 他们的法规人员 他问法规人员说 这些草约可不可以变更 法规人员跟他说 这个东西不能变更 因为你这东西已经公告了 它会造成竞争的不公平 如果你公告这个厂商 你就特别让它变更 那你前面公告那个须知干什么 所以在这边 你还让它违法的变更 变更完之后 你可以放宽它的地上权 你可以放宽它的违约金 到最后你还营运权利金 因为市长跟赵董市长见面 还可以免除 这部分图利非常明显 另外一个部分是公共安全的问题 也就是说 排舰中心的那个徐明文 他在里面扮演的角色 在起诉的新闻稿里面 有特别提到 他当时是接受 当时的营建署长叶士文的劝说 因此他在这里面 就做了一个让步是说 其实也不是说让步 他去变更了 应该算是卫照文书 当时对于这个 大据档案的审查里面 公共安全的部分 审查委员有复述意见 他认为说这不能直接通过 那你复述完意见之后 居然这个徐明文 他直接把它擅自变更 他去给他更改 伪照文师说通过了 让目前的大据档 可以获得一个建造跟执照 这个过程里面 目前大据档会不会变成违建 是个关键 因为你的公共安全审查没有过 你建造发起是合法的吗 是有效的吗 那现在这颗大据档 盖成这个样子 它是不是合法 我认为这个后续 还很有的讨论 第二个部分是远雄 他目前他去查完金流之后 发现他内部 有这个背信的问题 也就是说非常规交易 所以远雄包括他自己 还有他两个公子 都遭到了起诉 来还有更多细部的内容 休息片刻 马上回到新台湾加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观众朋友 他为何 林树德是个行事风格多么谨慎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告诉我们说 马英九总统 因为八月份 曾经首度以他事案传唤他 他目前涉案的部分 另案去侦办 现在正在侦办当中 那除此之外 除了远雄的总裁 赵腾雄遭到三大案件 求刑24年之外 他的长子赵文佳 包括了远雄仁寿的总经理 赵姓清他的次子 分别担任建设跟仁寿的执掌者 他们涉嫌在财报隐匿关系人交易当中 今天也一并遭到检方 依照违反证交法 特别背信罪 财报不实 提起公诉 除此之外 北检在指挥连正署 在侦办远雄集团 涉嫌多更五大弊案 在今年六月发动搜索之前 竟然风声走漏了 所以要查谁呢 查包括了 检连原本掌握一名丁信连正官泄密 但是调查之后发现 他疑似因为一时轻忽走漏消息 真正透露搜索秦资给远雄集团的 恐怕另有其人 检邦包括连正署 正在继续追查当中 而我们看到 李树德所讲的 当时在真首会议当中 所讲的高层已经获得的共识 权力金是零了 包括远跃金要慢慢下降 包括地上权 为什么后来可以转让 所谓的府的高层到底是谁 有高层的部分 他的公词是说 这是他骗人的 根本没有所谓的高层 所以马英九涉案的部分 另案调查 可是我们从他的经历 今年65岁的他 美国明里苏达州立大学 气管系的经历 他曾经 我们看到他过去 在台北市政府 这是马英九担任 市长的时候 他担任财政局长 可是呢 在马英九转任总统时 你注意看这个经历 2008年的5月 一直到2012年的2月 他担任了长达将近4年的财政部长 我为什么特别调出这个资历呢 李树德跟马英九前总统之间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李树德如果是一人所犯下 这个涉及到图利远雄这个事件 刑事风格相当谨慎的他 马英九前总统 他会不查吗 这是他一人所犯下吗 这是在契约的内容当中 特别陈述的部分 被告李树德为财政局局长 并受市长马英九指派担任 大巨蛋征手委员跟议约主谈人 竟然违背 三大项的违背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刚刚已经播放了 北检为何起诉李树德 有重达10年 那至于赵同学的犯案事实 齐迈在我们分析之前 来看今天的大现场 被告 赵新被告部分 第一个有关财报不实 是请法官沈卓被赵新被告 欲借远穷人受公私 庞大资金 为不动产开发投资 以扩大其事业反复 不私正当经营 罔顾法令限制 保险业关系人交易 以达防范利益冲突之地板目的 凭借其 魏远穷集团董事长之主导地位 致意操控集团所属公私及员工 前后犯罪时间长达10年 迄今就所设犯罪事实 均一概攻称由下属主导或委过于人 显欠主事者之担当 犯后态度不加等庆 请量除有期徒刑10年 综合上情 见请就造性被告犯罪事实 所设行惠两罪及背信一罪付贿 合并量除因自行有期徒刑6年 就犯罪事实物所设 交付贿赂一罪及契约贿赂四罪 见请合并量除因自行有期徒刑8年 这个就比较麻烦 这个我们恐怕要尽速跟远雄公司坐下来谈 因为如果赵晨雄短期内无法出狱 因为这一起诉可能会继续渐进下去 那么到底远雄公司谁可以做决定 来跟台北市政府处理 因为他现在已经进来审查了 这审查最后就是等于是摊台阶段 我们回去以后大概会叫陈景君副市长 马上跟远雄叫明讲 你们到底现在谁可以做决定 好 换场上的官司 我跟你讲换场上要动都不是那么容易 如果我们是独裁国家早就把它换掉 可是我们还是法式的国家 因为他最有应得吗 你是哪一台的 好 谢谢 好 这是起诉赵腾雄三大案总官24年 这是由北检的周世瑜所召开记者会的内容 我想请请请请请教其脉的是 马英雄的办公室徐晓鑫有今天特别反应 绝对进得起司法考验 那远雄的发言人杨顺青今天也讲了 我们看到这两位 柯文哲今天讲了一番话耐人巡贿 他说我们也在等这一天 司法无法预测 一旦起诉就继续收押 谁可以做决定必须马上处理 台湾是法治国家 在现在的基础上要动不是那么容易 独裁的话我早就把它换掉了 他讲出一个精准的话 那请问一下远雄到目前为止 我到底跟谁可以展开谈判跟预约 到底谁远雄才有代表性 是今天柯文哲最经典的一句谈话 那因为在起诉周胜考的过程当中 在起诉之间当中 牵涉到新北市政府多名的官员 那是朱立伦所领导的新北市政府出现什么问题的 今天新闻局长张祈强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受案同仁从检方约谈之后 都已经即刻调离限制 还没有收到起诉书 根据起诉内容 涉及的案件将停止后续的一切程序进行 该调职通通都已经调职了 那我请教是请慢 有人说这个金钟赵 在今天的这份起诉书当中 找到诸多的破口 也有人说这份起诉书的内容 从李树德的公词里头 好像一个超完美切割 正在进行当中 来 齐迈怎么看 我想马总统是不是经得起考验 这个还有待检调再继续追查 但是确实是整个起诉的内容 虽然这个检方在马英九跟李树德中间 有所谓的虚构 或者是质框 或者是自成 这些字眼 但是我想总体的这些证据显示 马总统跟整个包括大巨蛋的一个决策过程里头 是不是要负起相关的这些法律责任 我想这个证据是会越来越明显 那你包括说从2004年1月这些评审的一个名单 像我过去在地方政府 或者在中央政府服务过 评审的名单 几乎当市长是很少去更改这些评审名单 通常都是由专业的 譬如说财政局或者是这个公务局 他承报这些评审名单 市长很少去动这些评审名单 但是在2004年1月的一个评审会里头 包括三位是马总统自己勾选 那你假如再加上原来的市政府的七位 那加起来十位 在17席的名单里头 这个市政府是有主导性 对于整个包括是由谁得标 或者未来的这些包括招标的相关的这些规范 这个是评审 他是有相当的一个决定权 也就是说在起诉书的过程里头 他特别提到说市府对于这个案 是有主导权 所以你从评审的名单的一个更改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马市长 是对于整个案件 他是非常有意见 而且他是具有主导性 那更不用提到说 这一个9月20号 这一个马总统跟马市长 当时跟李淑德见面 整个一个过程 这个有证人 那也有证据 那更何况当时李淑德在录音里头 他也自称说 马市长当时曾经跟远雄的赵腾雄 做了相关的一个会谈 把这个所谓的权利金定为零 那更不用提到说 后续的 其实大家只是在讲权利金 那权利金到底有多少 假如按照95年远雄所提的权利金 是按照营业额的1% 那他当时的一个营运规划书里头 营运规划的金额是2800亿 大家不要忘了 提了2800亿之后 那远雄在后续几年做了哪些事情 权利金降回零之后 他包括有一些 饭店 旅馆 住宅 还有所谓的一个电影院 那加起来我算了一下 他的营业的这个商业面积 从原来的9万多瓶增加到 大概15万瓶 增加了50% 请各位注意 商业面积增加了50% 那他的建幣率 从46增加到 这个大概54左右 他的建幣率增加了18% 那换句话你假如从这个规模 你去比照 包括隔壁的这个SOCO 他的营业额 一年大概120几亿 W Hotel 大概是20几亿 华纳威秀大概是6亿 你喊不让当把这些加总起来 假如50年去计算 他的营业额是多少 他的营业额是7300多亿 7500多亿 那营业额7500多亿 你乘以1% 其实他的权利金应该 可以缴到 大概是75亿左右 那换句话 他的权利金 其实图立远雄不是只有28亿 按照他原来的规划 不是只有28亿 他是可能将近到 100亿左右的一个规模 所以 涉及到这些商业面积 包括这些使用 包括这些转让分租 或者是 这个权利的一个变化 地上权的设定 其实都不是只有一个 所谓的一个权利金 1%的一个变化而已 他其实还有其他 都市计划变更等等 这些程序 所以从2004年到2013年 包括郝龙斌执政 你看这些盘根错节的 你有公务局 有都发局 还有财政局 这涉及的这些 谁可以去影响到说 这些包括这些相关的 这些局处 他在做一些 对于远雄的一些处分 的一个变动 那当然是只有市长 所以这件事情 你从他涉及的局处 包括他的一个范围 包括牵涉的一个金额 我认为马总统 在这件事情 他所扮演的角色 绝对不是 所谓的什么 这一个 李素德所提到的 制程啊 或者是匡称啊 这个把马总统 跟李素德中间的关系 切得一干二净 简单讲 我的结论是说 这件事情不是 李素德这个层级 可以去做决定的一件 包括这些公共征程 衍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弊案 所以我们认为说 包括后来 郝龙斌接任市长 马总统担任总统 那到底营建书长 是谁任命的 包括建筑中心的董事长 到底是谁任命的 当然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啊 当然是马总统 这一个当总统的 他握有最高的 这一个行政权的首长 所任命的啊 所以衍生了后续 这一些 一路的这种护航 所以我觉得检调 是起了一个头 我也希望说 这件案子 必须上穷 必落下防权 把所有的这些相关的 这些涉及的这个部分 把它一次调查清楚 所谓的这个司法改革 转型正义 巨蛋案 当然是一个指标嘛 所以我也提醒科市长 我们今天讨论到 巨蛋讨论到现在 那请问商业面积 到底减少多少 那这些多出来的 这些远雄的一个 获利的这个部分 原来是2800多亿 那可以增加到 以现在的这些周边的 这些商业市这些估算 可以到7500亿 那这些周边的这个 你不用再跟远雄 再重启谈判吗 假如有获利的话 那权力金到底是怎么样呢 营运的权力金到底 现在是还是零吗 还是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处理呢 那科市长到底有没有 回应了多少说 市民或者是社会大众 对于远雄巨蛋的一些疑虑呢 那我觉得科市长 恐怕在他连任之前 这一个问题是 科市长的必答题 那我想相信 全民大家也都在看这个案子